这一份报告比较像是一种诛心之论 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 通通归类成一个中共统路人的角色 那也似乎忽略了 其实近年来证据显示 绿营的假账号分身账号 才是PTT假账号的大宗 其实PTT一直是一个自由交流的悬术网络 也是公民运动公共议题的发起平台 谁执政就监督批评谁 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这一份报告细读来说的话 其实真的并不严谨 研究方法也相当粗糙 比较像是一种诛心之论 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 通通归类成一个中共统路人的角色 那也似乎忽略了 其实近年来证据显示 绿营的假账号分身账号 才是PTT假账号的大宗 那这一份报告披露之后呢 其实在PTT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更有不少被点名是 所谓网军账号的ID 号称是PTT47让人 他们也出来发文 自清说包含有一些可能过去是深绿的支持者 有一些可能只是住国外 单纯呢就是比较台湾疫苗政策和国外的不同 那这些发文其实他们的利益都是良好的 可是却因为可能是IP的问题 或者是在今年比较批评政府的数量较多 所以就造成说他们被打为是一个 有点像是中共作战或者是认知作战的一个协作者 那这个报告是不是有更严谨的证据 能够去做出这个宣称的结论的这个佐证 还是说只是一个看图说故事 或者是尝试的讲出自己想要得到的结论 那因为其实AI的语意分析 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研究上 当然还是有许多需要在改进努力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说今天单纯只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 其实有很大的误判风险 那再来是这一份报告 他所用的文字云的分析 其实是一个相当基础的技术 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说 他其实会跟你使用的字典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另外也有网友陆陆续续呢 也提到说这一份报告的作者 还有引用的一些资料来源作者的背景 那看起来跟执政党的阵营 有比较接近的关系 所以呢我想国防安全研究院这样的一个单位 其实他主要是在维护我国国防的安全 还有对一些敌对相关敌情的一些研究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我们看到这样的报告 他的结论还有他的公信力 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一个单位的职能 符合他所需要做到的一个相端对国家的责任 我想各界目前也都放大来做一些检视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这个报告 或者是有一些相关引用的人士 他们用认知作战来扣下一个帽子 妄下断论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伤到了台湾引以为傲的 包含像是言论自由 或者是一些开放的讨论的环境 那更折损了我们政府在资助这些单位 来做这样的报告上 对于政府的公信力 我想也是有多少做到影响